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板梁欢迎来到民主境线 那么这集开始以后的每一集我都会上这个中英文的字幕 这个字幕呢也是在简映里面自动生成的 有些它不一定对 但是呢大概95%以上是没问题的 那么这个也是为了提高这个节目的质量 因为有些网友啊喜欢看字幕 大多数网友呢我说过 如果是咱们的女同志 你早上起来你在做饭或者是干嘛的 或者是其他的男同志有做饭的 你就把我的节目放在那边 让他自动刷广告滚一滚 打游戏的你放我的节目的时候当背景音 然后也让他刷广告滚一滚 你这个广告的玩播率还是要提高的 因为如果广告玩播率不提高 老兵这边呢是没什么收入的 所以跟各位呢讲一下 最好是你在干什么事情的时候 听我的节目 让他自动这些广告让他自动播放 好吧 然后有的爱看我这个人的 喜欢看屏幕的 那我就就说 等于说这个中文字幕就上来了 还有英文字幕也上来 搞得稍微高达上一点 节目呢因为油管的 他一识别你有中文字幕英文字幕的 他觉得你这个节目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他会给你等级往上提 因为我的节目在油管是属于B级节目 还没有到B加A减和A和A加 还要差好几个等级了 所以说跟各位呢先说一说 我也说过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是这个今年 或者说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是不是开始走什么备孕了 还是怎么样了 反正我做的节目 动不动都得 那个标题要改好久 我哪怕这个节目里面 我没有说任何的粗话仓话 或者说任何太过于敏感的东西 他这个也是会 他这里跟我下搞八搞的 给我黄标 我真的很无语 而且被限流的很严重 你这个 因为我不能够很精准的去表达这个标题的话 他就是不退流的 所以你看我昨天做了一些节目 我就做了一个说这个微信的一个事情 微信跟苹果的一个争端 他也给我一个黄标 对吧 我怎么感受都没有 我都只能说黄标 对吧 后面再打一个世界气候变的 我们要关注环保 因为环保绿色LGBTQ 是他这个频道 他这个平台所热爱的 所以说我也很无奈 我不能够精准去表达我的意思 很多时候有些就精准表达这个意思 他都给你黄标 所以说我也说过了 我也不是靠这个油管生活的 我反正现在自己也写小说 反正小说写的成功写不成功 也都无所谓 能发表不能发表都无所谓 我反正这样子搞的话 搞得年轻满累的 我有点不太想再搞这个视频了 因为你不能让我表达我所需要表达的东西 对吧 好吧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就是说来说节目 那么前两天呢 我给大家来播报了 说这个赖清德 就昨天嘛 他说中国 收台湾 不是真正的在乎领土这个事情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想要称霸西太 那我们本来就要称霸西太 这个是国策 基本国策 然后呢 说要去问俄罗斯先要这个领土 但这个话说了以后呢 中国这边没当一回事 觉得你美国挑拨中国关系 都挑拨不动 你台湾 你赖清德 一只小虾米 你有啥好机外的 但是普京现在啊 他却是高度神经紧张的 普京亲自出来的回应这个问题了 所以可见现在 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这个地方 大杀四方 也让普京的安全感非常没有 他又去蒙古国访问了 因为之前老美到蒙古国去 中国也没当一回事 但普京是高度敏感 可见啊 我们之前节目里一直都分析的 俄国战争开始以后啊 这个普京他的一只眼 一直在监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 周边的一举一动 他生怕蒙古也好 或者中国也好 突然之间反水了 他会很害怕这个事情的 所以他的 现在真的是 普京大帝 真的是如惊弓之鸟 我们来看一下 在赖庆德说完那一番 挑拨离间的话以后 普京是怎么说的 普京说他的孙儿 孙女都能说流利的中文 俄罗斯总统普京 9月2日说 他的家庭年幼成员 能说流利的中文 不过他对学童们说 虽然中文越来越受欢迎 但是他们不应该忘记 英语的重要性 普京没有透露他的孙儿 被家庭成员 是否在中国学的中文 媒体说 普京很少谈及家庭 你看 普京很少谈及家庭 谈论家庭 在普京的印象当中 其实普京 他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他从小 他也是比较 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也是 他也是一个优秀的 一个儿子 赫格的一个儿子 对吧 他也有他的家庭的这些习惯 和他的宗教信仰 普京这个人 他非常有能格魅力 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他也有两个女儿 他也都结婚了 也都有自己的孙子 孙儿 孙女 所以说 他很少来谈及 但是在赖清德一说 说中国应该去 把俄罗斯吃掉的中国的领土 给夺回来 普京居然罕见的来谈到了家庭 多家媒体报道 普京说他的家庭年幼成员 能说流理中文 据美国之音今天称 普京与前妻 柳德米拉有两个女儿 他们说俄罗斯语 英语 德语和法语 普京2014年 与妻子离婚 他很少说起自己的家庭 但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他至少有三个外孙辈 普京对莫斯科 移动约4500公里的 图瓦共和国首府 这个叫做 克斯勒的第二次中学的学生们说 我的一些家庭成员 那些小孩子 也说中文 他们说的流利 随着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 关系不断发展 中文普通话作为首选外语的乐度 在俄罗斯各地不断增加 普京说 这个确实是由于经济 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 接触不断发展 那么普京他 这样的来说 对中国表达一种友好 他很少谈论的家庭 他都搬出来了 可见他现在 非常的担忧 说中国 如果正如赖清德所说 现在俄罗斯很虚弱啊 俄罗斯现在 在乌克兰陷入泥潭啊 你中国大陆应该去收啊 这些话 你说这个赖清德啊 就歪打正刀 直挫普京的 脆弱的这个心灵啊 真的是有这样 这个神经被戳起来了 他直接就在这里 讲他家庭的这些私人的这些事情 来这个增加中国人民的好感 那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也一直很心虚 为什么这个远东大开发 迟迟一直以来都落不了地 而且他也很担忧 很多中国人到远东这里来 他怕就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也知道 因为普京对历史很了解 他也清楚江东六十四团 包括中国的自然资源部 出版的地图上 永远会标注 伯利 海南炮 海参丸 这些都会标注库业岛 标注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中国 从心里是不认可 江东六十四团 归于俄罗斯的 所以说普京 他也担忧这个事情 但现在被乌克兰这样揍 他也有点焦头烂额了 所以说对他的这个心态和心理 你别说 这个赖缺德还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 一个观察的视角 所以说 中俄之间为什么有些网友啊 就是不太理解 说老兵 为什么你对俄罗斯 不像别的博主 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热情进去的 就有的说的不好听一点 说有的博主还认俄罗斯当俄爹 你倒是不一样的 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因为我说过 我多次去过俄罗斯 我对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我也跟俄罗斯人打过交道 所以我对他们的心理和心态比较了解 不是说在中俄现在合作的时候 说一些有的没的 就是很笨 破坏中俄关系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始终要在它客观的一个角度 去看待俄罗斯 很多今天在俄罗斯生活的 我们的华人同胞 我们的中国同胞 都说来啊 你说的是对的 你对俄罗斯的这个看法 和对俄罗斯的很多方方面面 说的都是对的 我去过俄罗斯非常多的城市 至少有20座城市 我都去过 所以说呢 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他们呢 确实 尤其是普京 他对俄罗斯人对领土 有一种极强的占有欲 他们喜欢吃掉很多领土 老美昂萨 他们是对海洋和天空着迷 今天你中国的军舰开出第一岛链了 老美他就是在床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觉 但俄罗斯 他对于他吞并的这些领土 他是很不安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敦巴斯战争还没打得怎么样了 普京已经先把那四个州给他吞掉了 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说 这一集我们不是站在俄国立场 再去说乌克兰的事情 而是站在中国的立场 说中俄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说普京他也是很 一直以来很担忧 其实他们也很心虚 江东六四四屯这些地儿 包括之前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 包括吉尔吉斯斯坦 到目前为止 吉尔吉斯斯坦 还是没有给中国人免签 还有一个什么塔吉克斯坦 也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 在沙俄时代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 在苏联时代 吃掉过中国一些领土的 他们也很担忧说 你中国人 自由的这样过来 来站定这个地方 对吧 你竟然间这些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坦 还有这个岁叶城 中国四年李白 是出生在岁叶城 吉尔吉斯斯坦 所以说 这就是他们 心虚的一个方面 所以说这个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还是会有一些 微妙的东西的存在 就中俄为什么不宣布 大家是这个 这个军事同盟关系 中国也没有被俄罗斯 同意进入到基安组织 更多的实际上 是在外交和政治 和军事上的 有限度的这种合作 就相当于三国时代的 这个蜀国跟五国之间 合作来对抗魏国 现在呢 就是说不能够出现 对吧 败走卖城 巧取荆州 火烧连营这些事 这个我们是要杜绝的 所以说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心态呢 我们已经是看到了 他被赖心得一说呢 他倒是神经紧张了 所以说台湾搞这些 软炮当领的这些事情 很阴险的这些事情 因为我说过 他们是中华民族历史 上下五千年总阴暗面 所以中国人那些阴暗的东西 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都是出阴招的 所以我说东南冷啊台冷啊 你看他们那个眼神 是很凶恶的 也许他在这里笑 但他那个眼神里面 是想要把你吞并掉 要把你吃掉的那种感觉 充满了背叛 和不友善 这是中华民族的阴暗面 所以你看 他马上说这些话 本来我们觉得嘛 这个东西 俄罗斯也不会去关注 台湾领导人说什么话 但是你看 他就是很关注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现在一直以来 他都是对中国有些疑惑 说白了有点手术两端的 那种样子 那你说中文很重要 那你说让他去学英文 学英语 对吧 这个我觉得也有点挂三 他这个话 讲这个话也蛮挂三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他这两天呢 到这个外蒙古去了 说是说这个诺门坎战役的纪念 那其实也就是个由头 关键就在于呢 因为现在俄罗斯 以前呢 从蒙古撤军了 而且呢 他现在的乌拉尔这个大军区 本身在蒙古和中国周边有成兵的 现在都撤掉了 多少年前就已经撤掉了 所以呢 蒙古他一直以来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就让他自生自灭 可能以后等这些人都死绝了 可能跟中国一起就把外蒙古给他刮分了吧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但是呢 现在之前这个老美又跑到这个蒙古国去 那蒙古国呢 又要求美国驻军 要卖稀土给美国 就很热络 布林肯去了外蒙古呢 也搞了这个军队过去 搞了个仪仗队 那么这种事情呢 其实在中国来讲 你就是个屁 你美国的飞机到蒙古去 你布林肯的飞机要经过中国领空 先打申请 让你这个行政战机才能够到这个蒙古去 对吧 因为你现在不能走俄罗斯领空了 即使你过去 他去蒙古 全都是往中国飞 俄罗斯不对他开放的 那么所以说 去了以后 中国没当一回事 普京你看他 神经高度紧张 你小子是不是也要反我 是不是也要背刺我 对吧 因为亚美尼亚在高加索地区 就是跟他是 已经是不对 对吧 所以说 他现在非常非常担忧他的周边 会不会要开比第二战场 第三战场 他非常非常担忧 神经高度紧张 我在想 普京他这两年也确实老了很多 对吧 所以说 这边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观察到了 所以怎么样 要去安抚他这个 幼小的这个心灵 和这种高度的神经的紧张 打消一些疑虑 其实有些东西你也打消不了 这就是他心里面 就是这样想的 你有什么办法 所以习近平要主动地给他拥抱 主动地给他抱抱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了 看懂了 当然他非常重视 跟中国的关系 他现在最害怕中国 东方这个地方出现什么幺蛾子 那他可就真的完了 那他可能就是真的 那个要点爆全世界了 所以说 他也不用过度担心 但他现在这个心态 有一点点就是被孤立那种心态 那种感觉是很明显的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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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